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南部一个叫做新立村的地方 出现了会变色的池塘 他没有担心水去发生变化 立刻找来专家 可由于池塘是局部变色 随时出现 有可能随时消失 所以啊 这样专家意识之间也摸不着头脑 最后决定对池塘的水进行采样化验 那么采样化验的结果怎么样呢 这个变色的池塘当中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呢 拿个白色碗试试看 好 董老师我发现这里边有东西 现在这有点颜色这个水 会不会是水中的泥沙呀 应该不是 先把它自发一下 把水上来的水样静止15分钟之后 专家们发现碗里边产生了一些沉淀物 对 这续状的 而且碗里的这些续状沉淀物呢 它就是红色色的 专家们初步断定 这就是导致池塘水变色的物质 那么这究竟什么物质啊 大伙用手接触了一下 触摸了一下这些沉淀物 感觉怎么说呢 色度十分异样 很滑 没有杀的感觉 回来彻底弄清楚这些滑腻的细小威力 是什么 专家们拿出了简围镜 放大来观察一下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此时 奇特的景象出现了 上面有移动了 有移动了 在里边站圈 有一个在螺旋的站圈了 我发现这像凤凤 原来然后有点尖火 明瞧啊 经过显微镜四十倍放大之后 镜头里竟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不明微生物 上面有的镜头不动 有的快速决动 形状近似椭圆 稍微有些能调 如果真的是因为这种不明微生物造成的池塘变色 那它得有多少啊 太可怕了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村民们纷纷感觉到 哎呀 不能再喝这个池塘里的水了 甚至还有人认为啊 拿这个水用来浇灌作物 浇地 喂牛 一牛 会不会不安全呢 专家们就更着急了 因为这里是他自己去 地表和地下的水 几时江湖联通的 一旦某个地方的水质出现的问题 极有可能扩散到其他区域 造成更大的影响 那么目前的导物之急呢 就是尽快弄清楚这些微生物 它的来龙区块是什么呀 以下过来我们要请生物专家 来确定这个是什么微生物 什么条件下它会积极在这个水面 然后使得这个水变色 专家们赶紧带着 含有不明微生物的水出发 连夜赶往南宁去化验 所以这个时候西东民就出现了 从西立村到南宁 大概两个多公里 加上山路崎岖之少 至少得有一天 一天时间才能赶到 这些微生物离开新立村这个池塘 能够存活多久 这是个问题 会不会东西就死了呢 跟您说啊 专家们的这个担心可不是物中生有 给您举个例子吧 在四川省甘州藏族自治州 有一个海龙沟 那个地方呢 漫山遍野都是这种烟风如雪的石头 就像燃烧火焰一样 把整个山谷装点的是暂时如果晕下 美不胜收啊 您要问了 这石头种色是红色的吗 后来经过地区专家考察 发现其实啊 这些石头本身的颜色是正常的 只是上面附着了一种叫做 条例橘色枣的物质 这种枣类里边 含有类葱葱柱 所以呈现出了红色 所以您要把这种石头搬离于这个地方 这个鲜艳的红色就会慢慢的变得暗淡 甚至彻底消失 那么心力尊池塘里的微生物离开这个池塘 会不会也出现环境不适的情况呢 咱们一块来看结果 当时专家们经过长途颠簸 终于把水样送到了广西生涯学院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的实验室 那值得进行的是什么呢 那些东西呢 它还活着 那么究竟是什么物种呢 这个的话应该是展倒了一些 展倒了物质 二角多夹岛岛 据个下介绍 这个二角多夹岛 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岛类 没有毒性 一般性的繁殖呢 也不会给水体感染染染 当然了 如果是大量繁殖 就有可能会造成水磁疗 而且这一家伙 确实就是心力尊池塘 诈成变色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它不是大爆发 没有造成这个水体里面的鱼虾蜘蛛的话 都是水磁症状的 不够有蜘蛛危害的 如果说它真的是大爆发了 里面造成氧气浩贱 鱼虾能力缺氧或者种子动物而蜘蛛的话 人数最好吃的水磷 那你要问了 这种夹岛怎么会突然出现在 心力尊的这片池塘里边呢 专家经过砍了之后 快村子里看到了这么一幕 你知道啊 一些村民在池塘里洗衣服 洗涤地就这样在水里散开 也就是说 这里的水之所以发生变色 多少还是和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有点关系的 尽管没有受到工业污染 但是诸如此类的生活习惯 都会改变水里的生态环境 比如一些化学物进入水中之后 会造成水中缺氧 而甲藻等藻类呢 属于艳氧型的生物 在缺氧的环境下 会大量繁殖造成水环境的 进一步的色化 事情说到这儿 所有的谜题都解散 专家提醒他们说呀 不论是藻类的异常爆发 还是突然的消失 其实都是地球环境的一种预警 是在告诉他们 应该好好的保护环境了 谢谢大家